臺北市中山醫院 涉嫌在二零一六年到二零一九年間 和旅行社合謀 開立假收據 福報相關的費用 讓中國人士來臺 而部分暗中進行性交易 檢方昨天約談了前院長李偉震 和現任的副院長李世銘 訓後兩百萬交保 而旅行社負責人夫妻 則是三十萬元交保 面對提問 不願多做說明 做出質疑手勢 在親友陪同下離開 中山醫院前院長李偉震 被指控涉嫌和旅行社業者合謀 護航中國人士來臺 遭到檢方約談 訓後獲兩百萬元交保 是不是覺得很委屈 稍微講一下 對 講一下 這個或許是制度上的問題 中山醫院副院長李世銘 也捲入案件中 提前一步以兩百萬元交保後 又回到地檢署 替前院長辦保 而旅行社負責人夫妻檔 同樣被檢方訓問 預令三十萬元交保 用手和外套遮擋 快步離開地檢署 做錯事了是不是 做錯什麼事 檢方調查發現旅行社業者涉嫌 從二零一六年開始 和臺北市中山醫院勾結 開出不實健檢收據 護航中國人士來臺 從中賺取價差 部分女子更被發現 沒做檢查 暗中從事性交易 居然朝涉犯臺灣地區和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等最顯爭敗 移民署的這個部分呢 會就申請來臺的一些財力證 還有他提供的醫療收據 等相關文件來進行審查 其實審查面都會去對於 他們說有沒有曾經來臺 從事過不法的活動來進行 進一步的審查 其實是有賴於我們各個醫療機構 也是要本於自律跟紀律的一個精神 那才不會讓其他的業者有可乘的之機 來發生今天這樣的一個遺憾的現象 移民署則表示目前案件進入司法偵查階段 不方便警救個案作出回應 但強調中國人士來臺都有嚴格審查 而新光醫院副院長洪志仁則表示 開放中國人士來臺健檢醫美是政府美意 呼籲醫療機構要嚴格落實自律和紀律 記者傳訊諸峰至陳立峰 吳祺昌台北報導